由以往也是CYC成员的大哥哥大姐姐接班休斯顿CYC下令营后 今年进入第四个年头 在大家努力改善下 让今年的报名人数成长了32% 达到250多人 使得当天出席的长官及贵宾给出了极高的肯定 四年前休斯顿中文学校联谊会决定放手CYC下令营的所有行政事务 交给了华裔第二代年轻人全权负责 自己改由从旁协助及建议 四年后这群年轻团队在两位营长张富及陈廷吉先后带领下 报名人数逐年成长 而今年的成绩更令大家感到欣慰 许多人都是牺牲了一周的假期 奉献给了曾经也是自己最爱的CYC下令营 我在美南下令营是从小就长大 所以对我来说美南下令营是一个大家庭 这是我每一年要回去的一个下令营 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在下令营做的 所以我很热心要帮助下令营长得更大更棒 其实我们这一队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都已经变成像一个家人家庭一样 这是一个家庭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么多年在work on CYC 还有一句话要说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有点自私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生小孩 但以后有小孩的时候也是希望CYC一样 跟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大的program 可以有这么多机会见到新的朋友 然后学会到中文文化 因为对我们讲这个是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自己有生出来小孩的时候 小孩大的时候也有这个机会 营长陈廷怡在节营大会上 对着所有团员说了一段感性的话 勉励大家将CYC的精神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我希望那你这些是从 camp 你帮你外进去真正的世界 我认为那些事情我们教我们 是质核的肥虐 就成分和感情 和帮助一同一样 和那些事情你们的年轻人说 为什么你喜欢当 camp现在 对于当时的事情 当时有点 clicky 然后可能有些人有病 我认为我们工作很努力 这些年轻人的时间 帮助以下来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爱我 有时候我们去学校 而那些事情不太好 有时候我们去到那个真正的世界 和事情不太好 但這裡是我們的jenigenîne 我不認為本当天 get that one month yıl沒它 I think they should all the time and its why I love it and keep doing it 因為 we believe that if we tell those values to you, you can go up there and make it better so there are three things I ask you for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until you come back next year 这批年轻人接下CYC夏令营主办权后 除了负责行政工作外 寻找赞助商也是大家必须努力的方向 由于都是义务为夏令营服务 让许多华人企业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纷纷免费提供餐点 协助夏令营一年一年继续办下去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CYC这个group里面成长出来的孩子们 他们现在长大了以后 在各行各业里面他们会花他们自己的时间 然后能够来把整个group再重新传承下来 那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 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 它分布在各行各业 然后一年之后呢 大家再聚在这里 虽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其实这里面蕴含了这些文化传承的意义 这些小孩子们一代一代的成长 各行各业 未来大家在不同的level 不同的职业行业 能够互相的 大家能够有同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观念存在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海外的华人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愿意来跟这些小孩子们一起接触 跟这些这个辅导员啊学生们在一起 潮舞咨询委员骆建民看着这一群年轻人 努力不懈地为夏丽莹全力以赴 对大家今年所交出的漂亮成绩单 欣慰地表示放手给下一代接班是正确的决定 毕业的学生回来以后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 不管是课程不管是他们的计划 都会让孩子们很喜欢来 那孩子来介绍孩子就会更多人来 当初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 所以我们才让这个整个学生的管理呢 学生他们的office整个的所有的行政方面让他们 但是我们financial给他们一些帮忙 让他们能够逐渐地站起我们脚步 现在几年后我们看到成果 今年我们就很快地达到十二班满满的 我想明年会有更多的学生来 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如此做下去的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近 也让其他州其他城市的CYC camp 也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但是就是我们要一些advice board来概念他们 怎么走来给他们一些建议 让他们去发挥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